大家好,我是刘汉刘文正 今天是5月12日周五 我看了那个网络上 现在有一个就是济南某村之书 济南某村之书 刘继杰一家被灭口是5月10日17点 然后灭了他 就是把刘继杰一家三人都杀死了 其实感觉凶手最想杀的是的孩子 因为现在好多网络暴露出来了 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个刘继杰 杀刘继杰这个人呢 叫甲晴 教英语的 然后 我会把这些图片都穿插在上面 因为这样的给大家讲的清楚点 杀他这个人就灭他家一口子 叫甲晴 他信佛教 曾经去西藏支教 网络上大家说 他为什么会灭这个书籍一口呢 加这三口呢 这个死者刘继杰 今年63岁 他的妻子张某娟37岁 两人差了26岁 说是妇女恋 一点不会够 我认为这个倒无所谓 你要有本事的话 你80取个18的人能看上你 那也行 只要你只要你不是强奸 你不是他妈的绑架 你不是拐卖人口 这个无所谓 问题在于 你这个15岁的儿子 就是他48岁时 娶的22岁这个妻子 给他生的个儿子 网络上说 这个刘继杰老来得子 宠爱的不得了 然后呢 这儿子是蛮横跋扈 任意妄为 结果呢出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把人家 老贾老师 贾全老师 这个他是教英语的 这个老师 闺女给祸害了 祸害了之后 还不要紧 就是 据说啊 把他这个儿子 关起来了之后啊 结果 又通过 关系 把这个儿子 给拿出来了 然后求告无门 那贾全老师 然后他闺女 因为这个事呢 得了中毒的 心理疾病 其实就是中毒的 抑郁症焦虑啊 这个症 如果得出来之后 很可能会死人的 所以啊 时间长了之后啊 贾全老师 一怒之下 拿起了菜刀啊 由一个温温尔雅 就像我一样的 这么一个温温尔雅的人啊 变成了一个杀人的 狂徒 我不能叫他恶魔 我觉得他只能是狂徒 为什么 因为他 如果很多人 如果闺女 被逼成那个样的话 我看网上好多人 同情他的 实际我也很同情他 如果说 这个 那个男孩 15岁男孩 如果是强奸的鬼女 直接被 坐牢 或者说进烧管所的话 我估计 他百分之百 是不会拿起菜刀 把 那村之书 刘继 结一家 给灭门的 而且 他闺女 也不至于 得重度的 这个 心理疾病 而且他杀了人之后 他就自杀 他也没想活 就是 所以说 你有些时候吧 就是 村之书 有在某些地方 他就是图霸王 这个 我看 我都会截图 这个都不是我说的 我的消息来源 就是 我看了几个博主 说的 说的 然后底下留言 可信度 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是按照他 这么说的话 真的就是你不能把一个温文尔雅老师给逼到绝境 你逼到绝境之后 那他 他 可是随时随地会要你们的命 而且他这个是义无反顾 他根本就不顾后果 什么就坐牢什么的 他连他都准备好自杀了 你觉得坐牢能吓唬住他吗 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万念俱灰 所以说这种人是最可怕的 这村支书啊 如果是真的有黄泉路上的话 这几个啊 去元王那儿啊 叫阎王判一判 这个事怎么办呢 阎王我估计 从道义上来也不会 也不会站在这个刘继杰这村支书 这村支书而且非常有钱 好几家公司的大老板 就是这不缺钱 有权有势 然后村支书嘛 所以说 我对这个贾强人也是 是非常的理解他这个想法 虽然是杀人是犯罪 但是 对于贾强来说 他有一种想法 就是除恶扬善 为他闺女讨回 公道 现在 社会上啊 利息很多 并不意味着 你有钱有权啊 就可以 把法律践踏在脚下 即使 你可以 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就像这一个非常有血性的 父亲的情况下 我看了留言 好多要给他捐款的 没有给那村支书捐款的 村支书虽然不差钱吧 但是这个名声 非常的臭 这么说 死了之后 还是名声还臭 在此之前 这个村支书是大明星 看了一下 好多荣誉加深的 但是没有用 网络上 应该是真实的 大家伙都很同情 杀人的这个就是面门的这个人 大伙非常同情 都想捐俩钱 就说我没有钱 我捐50行吗 钱很少 但是是一份心意 怎么说呢 你再有钱 再有权 你只是 你只是你身边的一些少部分人 亲朋好友 能得到利益 你是收买不了所有的人的 因为网上人太多了 上网的人有10个亿 在中国上网的 全世界上网的 那么超过50个亿 你能收买掉吗 你别说村支书了 他妈村 你100个村支书 那也不行 然后我看了 那个博主 那个博主挺有意思 就是反正写的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哎呦老天 这应该是真的 我连续搜了三个全室 全室 16岁的儿子 有说15岁 16岁的儿子 就15 6岁 应该是7岁16 那个周岁15 我还有一个感觉 我感觉这 他爹他妈都是被这个孩子 给熊孩子给坑了 但是同时 你说这个熊孩子 如果是他儿子 他儿子 我看了这个上面写的 如果是他儿子 正常一点的话 他爹 应该不会有这个 有这一场大祸 所以说 你说 他领着全村致富也好 是道德模范也好 给了他无数的光环 表面上看 这个人确实是 没学他儿子那种强奸 那种 应该说还领着大家伙支付 是挺好的 但是有一点问题 他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 而且你儿子强奸之后 你没给对方补偿 心理上的安慰 没有 物上的安慰 没有 而是让对方求告无门 走投无路 自己的孩子 不单被强奸了 而且被人笑话 而且得了重度的余生 自己 我估计这老师自己 他妈也可能是焦虑抑郁的不得了 最后 就想解脱 他杀人 他杀人其实也是为了解脱 为了解脱 他认为的 那三个是射不射的人 他自己自杀的话 也是为了解脱 他觉得他对不起了妻子 而女儿 没保护好 我就是完全能感受到 心里那种悲凉 但是从 如果我站在他 人性的方面 他女儿的方面 我感觉他是个好爸爸 我给他点一个赞 用生命维护了自己女儿的 那个尊严 我也希望他的女儿 国外有一个运动叫MeToo 就是被强奸了之后 不管多少年 不管你是 你是那个总理也好 你是财法也好 我都可以告你 而且能告赢 而且这个国外是非常可怕的 对于那些强奸犯是非常可怕的 那我也希望 这个闺女 就是你 像我的话 我就是帮个人场 我就是发一个视频 但是有钱的 或者说有那种治疗条件的医生 因为这老师也去治过教 好好把他闺女给治好 然后你们有钱的话 你就捐吧 我没有他联系方式 我也不是骗子 我也不去 把钱捐给我 你们自己找他联系方式 这种也算是慈善 如果落实好了 确实这么回事 希望 希望他闺女 能回归正常的生活 我是刘汉刘文正 喜欢的也可以 参两秒点赞 转发关注赞赏收藏 让更多的人 收到这些消息 我这个消息是在 今日头条和抖音 上发的 西瓜视频三个是连着发的 但是我发这个视频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因为我曾经发过类似的视频 结果一个月 零展现 没有任何人能看到 市场请ков 收藏